12月9日 2023至2024赛季国际华联短道速华世纪杯北京站进入第二个比赛日 在女子1500米决赛中 中国选手功利夺得银牌 这也是中国队在此次比赛中获得的首个奖品 我的目标就是先打进决赛嘛 然后一本人好好比 然后争取在决赛期跟工作的高手啊 就这样会有助于我的成长 我是这么想的 但是这个结果非常的出乎意料吧 也是遇到之中 就是很开心 在女子500米决赛中 两位中国选手登上领奖牌 范可欣和王叶分扩银牌和铜牌 美国名将桑托斯·格里斯沃尔德获得金牌 在领奖时范可欣俯身亲吻冰面 全场观众为其动容 我现在非常享受这个在冰场呢 我想超过大家给我的这种过爱 然后给我的掌声 给我机会我就全力去拼 我觉得就是感恩 然后现在感谢很多人 这么多媒体 然后来关注我们等到送华 我觉得这也是给等到送华的一种鼓励 就是一个信心 我们非常感谢这次 然后现场的观众们 在备受关注的男子500米比赛中 林孝俊刘少昂两位实力选手入围决赛 决赛中林孝俊试图超越时 与刘少昂冰刀接触后摔倒 受此影响刘少昂速度下降被后方选手超越 两人遗憾无缘领奖牌 我感觉我前面我速度还是比较够一些 其实我没想到我速度在前面特别慢 但是我感觉就是他还是想超一下 想试一下 也是很正常 怎么说呢也不用想特别多 试一下就是忘记这些东西 然后还是想到就是比赛那个火火结底 直隔600余天重回国际赛场的任子威 8号她在男子1500米4分之1决赛中 排名小组第四进入复活赛 9号任子威虽从复活赛杀出重围 但止步于男子1500米半决赛 赛后任子威说 多打的两轮复活赛对她的体能产生了影响 体能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影响 因为现在体能本来就不是很多 不是对自己还满意 然后但是我觉得就起码今天 我比昨天就要强得很多 我觉得这就是对自己来说就是一个进步吧 然后但是肯定未来也会 就作为一个酒醒嘛 此外中国选手李文龙 在1500米男子决赛中夺得银牌 在2000米混合阶位决赛中 由范可馨 龚立 林孝俊 孙龙组成的中国队 七百荷兰队获得银牌